就是全校300個人呢 我都考了270幾 然後快280 我覺得我那時候超像那種 加九妹 某一堂課的時候就當面嗆到死 數學全部都被打 就是我為什麼會考得那麼爛 然後我就想說 高二第一次轉考 就從一個校牌倒數的名次 考的校牌吧 現在要來講就是我的 國小安國中 因為我 國小安國中我是住在外國家 加上就是我的父母 其實不太會去要求我的成績 而且我自己也不太喜歡讀書 然後我就是隨便讀 附近的那種 全校加起來不到100個人的 偏鄉學校 然後大家也知道就是 偏鄉學校不管在各方面 都跟都市學校有很大的落差 就不用說就是在 同儕的競爭力方面 像我就是那種 很容易會受同儕印象的人 然後我國中的時候就不太喜歡念書 據妹那時候說 就是她覺得我那時候超像那種 加九妹 雖然我個人是自己不這種覺得 但是我覺得我那時候做過一件最 的事情就是 在某一堂課的時候 就當面嗆到死 每次大家上那個老師的課的時候 都會超吵 大家都在那邊玩丟球啊 在那邊做其他事 就是沒有人想要上課 老師就在那邊玩之學的時候 然後就開那個桌子 然後就這樣站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 同學上你的課都那麼吵嗎 因為你就教得很爛啊 誰要停 我還不自己去還比較快 我覺得我真的是就是做過 荒謬的事情 沒有被替警告 我覺得真的是 感謝老師的大恩大的 就是不跟我這個小屁孩之交 我也覺得就是以前做的一件事 可能還沒有 但是我國中的時候就是 混到一個極致 所以最後會考就考了5B 用優先名色的方式 然後進到我現在這個高中 就是我一個考5B的人 就是要在一群 就是會考3A 4A的裡面 進去奉身 是不是全校300個人呢 我有考了270級 然後快280 反正就是一個 全校倒數的名次 那時候看到成績這樣我就 對於我這種就是從小到來 沒有考過前5名以外的 那就是覺得很 訝異 就是我為什麼會考那麼爛 而且我那時候 我有一個超奇葩的想法 我那時候超級討厭數學 然後我就想說 啊數學兩學期的重補修 我只要去7天 然後我就可以耍費 兩個學期的數學課耶 超賺耶 不要下班好嗎 所以我的高1上 和高1下的數學 全部都被擋了 高1我就突然想開 就是突然開始用腦了 然後就開始 努力的讀數學 高了第一次專考 就從一個校牌倒數的名次 考的校牌吧 就雖然說我的進步幅度 應該算蠻大 但是呢 我的進步的速度 還是比不上就是 頂尖大學 還是腳步 所以我最後還是 應屆的時候 是沒有考上太大的 然後接著就到了 大學的階段 我應屆的時候是上十大 反正就到了大學之後 因為玩得太開始 然後覺得說 我覺得好像在這個學校 讀到畢業也還不錯 就人生為什麼一定要追求 從高的目標呢 我們也可以好好的 待在舒適圈裡面 然後慢慢進步啊 但是就是生大了之後 就是學的東西 就是更加深加廣 然後就突然發現 八年去了 我對於我學的東西 完全就是不感興趣 加上從我家 就是台大社會 然後每次我去社會的時候 我都覺得就是台大的同才 竟然氛圍很好 然後校服很自由 客戶的活動也是多到一個超誇張 就覺得就是相比十大 大家是我更嚮往的地方 所以我又開始想要 考專學考或是重考 但是因為那時候已經距離 就是學測兩年多了 我的那些许科 都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覺得我的英文啊 或是什麼國文 測試我的巔峰 然後自從上到學之後 就一直這樣咻下去 已經變成一個英文白痴了 所以我覺得我就算去 衝考或專學考 我一定考上 然後我就這樣子一度 我拖到下學期 然後到了大而下的時候 就我覺得算是 我的身上最低潮的時候吧 就是因為那時候 就發現對那時候讀的課系 完全不感興趣 然後加上我的志向 從來就不是教育的行業 所以就是在吃大的時候 很沒有歸屬感 然後都處於一個很迷茫的狀態 然後不想去上課 但是呢我又害怕去改變 然後決定就是要 考專學考的契機 是某一個晚上的時候 我就躺在宿舍的床上 然後就是滑到一個女生 就在講說 她為什麼休學一年的故事 然後就看到一半 我直接整個邊哭 邊噴淚然後邊看 我真的沒有在誇張 反正看完那個影片哭完之後 我就覺得 好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試試看 不管會不會成功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 對我自己的交代 就至少我有去嘗試了 不是一直在原地踏步 然後又一直抱怨顯狂 反正最後就是很幸運的 老天爺可能眷顧我這個阿呆 讓我可以考上想要的學校 然後就是過著還蠻開心的生活 最後就是想要送給大家一句說 我之前在備考的時候寫過的話 不要一直待在舒適圈裡面 但要向往舒適圈以外的東西 會想要分享這個故事 其實是想要告訴大家 人生沒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的 只要你願意去嘗試 不管成功或失敗 一定都可以從中獲得一些什麼 老師 月考也很難嗎 可是你這種小考學家 大考學報的成績 真的是不太合理吧 這時候學生就笑著跟我說 我偷偷跟你說 聽到了嗎 這個考試的秘密只跟你講 不要再蠻想出學人啊 曾經教過一個很奇葩的學生 這個學生的小考成績勒 科技到只有個位數人那種 可是偏偏他在大考的成績都超級好 就讓他連續幾次 拿著成績有意的獎賬之後 我就忍不住找了他過來 我就問他說 同學 你的月考成績 也好得有點不太正常吧 那個學生一點平淡的回答我說 老師 月考有很難嗎 我接著回答他說 月考當然是沒有很難啊 可是你這種小考學家 大考學報的成績 真的是不太合理吧 這時候學生就笑著跟我說 老師 我偷偷跟你說 我小考成績不好 那是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都在課本裡面 偷偷夾一本金庸的小說來看 超級好看的啊 我又接著問他 那你月考成績這麼好 又是怎麼來的 那學生就開始猶豫了 問我說 老師 你是我的秘密啊 你不要問啊 總之我沒有作弊 最後咧 就在我威脅他說 要把他上課看小說的事情 跟他媽媽講之後 他在好不容易跟我說 好啦老師 我跟你講啦 我每次小考考完之後 我看著考堆上面的題目 對這個課本 看這個題目 是從課本的哪一個重點 或者觀念出出來的 我就只讀這些重點跟觀念而已 通常考試會輸的重點 只佔課本裡面的內容 不到50% 把這些重點理解 入手之後 月考超簡單的 而且要花時間超少的啊 各位老師 你不可以跟別人講哦 聽到了嗎 這個考試的秘密 只跟你講 你知道就好 不要再蠻想出去的啊 曾經教過一個很奇葩的學生 這個學生的小考成績勒 科技上只有各位說的那種 可是偏偏他在大考的成績 都超級好 就在他連續起誓 拿著成績有一個獎項之後 我就忍不住找了他過來 我就問他說 同學 你的月考成績 也好得也不太正常 你們有讀過三字經嗎 等一下 快點啊 三字經 三字經 三字經就只有一種 好 我們一起來齁 來三字經 一二三 哈哈哈哈哈哈 人之初 信相信 息相遠 狗不叫 信乃千 叫之道 跪以專 息孟母 則以 你們 你不會這個版本 你們都會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會英文版 你會英文版 那是什麼 那個有教過 我們老社交過 英文版是什麼 Sexy is good 英文版 喔 基本上是 Sexy is good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誰 誰那麼天才 誰去告一下他 哈哈哈哈哈哈 這可以告嗎 這不行耶 人處 油油然 老師 油油的 等一下 油油然什麼意思啊 油油 所以 有一個同學剛吃完 剛吃完雜雞 他的嘴巴 油油 蘭 等一下 欸 油油蘭是個性隨和的樣子耶 所以如果是一個很和善的同學 然後又吃完 炸雞 哈哈哈 你可以說你油油油油蘭 是個油 哈哈哈 到底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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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 好煩喔 好煩喔 來 醇有二碼 欸 我剛好有兩個 兩個碼 我有兩匹碼 夾在我一起 我們就可以 哈哈哈哈哈哈哈 煩惱 兩日蛋除豆樹豆 老師你先標註音好不好 這個字唸...喔 剖音 哈哈哈哈 我已經講一整天的話了 這個字唸蛋喔 是動詞 什麼意思呢 吃 吃 所以如連飛老師 吃東西的話你就要說 蛋 所以 非蛋食 所以吃蛋呢 嗯 非蛋蛋 哈哈哈哈哈哈 我就叫你講這個 哈哈哈哈 你好聰明喔 吃除 倒 樹 抖 樹 抖 一看到抖這個字 你就會想到那一個 不會 誰啊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亂 哈哈哈哈 我其實有時候蠻像的 他有一次就不知道為什麼莫名其妙 他竟然吃我們家粉筆耶 然後隔天削誰 哈哈哈哈 因為他是專吃藍色的 隔天就拉出 藍色的屎 然後在他 那邊黏幾塊那個粉筆 你確定我們講這個時候 學人沒有在吃飯嗎 呵呵 沒關你 哈哈哈哈哈哈 等一下 沛沛是什麼的聲音 豬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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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豬的聲音 撥開 各位奶奶 沛沛是波浪 衝擊的聲音 不炸 不知道為什麼不炸 不炸 會變佩佩啦 但絕對不會是豬的聲音 好水撞到石頭 各位奶奶如果水不炸過來 撞到石頭會怕出佩佩 的聲音 我剛剛有講啊 是佩佩 可以嗎 那這個沉沉是什麼 各位奶奶沉沉沉 前面加一個字給他 沉沉 你再吵你會 觸發天條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呦 意思就是喜歡在那邊 耍一些小聰明 有點像政客在那邊硬拗 政客爽 政客硬拗政客爽 哈哈哈哈哈哈 這太好笑了 對不起 在浴室是什麼喧草 他是一碗仙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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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假髮是什麼奶油球啊 佩佩啦 因為他那個仙草 是一株 我真的要氣死 每天用一什麼 他哭的一什麼眼淚 一杯 那個會脫水 他哭的一把鼻涕 一把眼淚 有吧 請問今天誰要抽 不 到底要請多少媽祖過來 一 一了 今天也功課了 我平常是幾題在抽啊 原本是0到30 那裡有一個人 那我不爽 一時內推有可能加到500 有兩人一片 壞了壞了 3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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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你 哈哈哈哈 陳哲號下去拿麥克風電池 讓我安靜個三分鐘快去 哇這臉很秋欸 有沒有看到那個臉 我說不要講話 32號你出來解這一題 還有你們裙子不要再給我改這麼短了 這麼短是要給誰看 你們可以開始你們的報告 會打個叉 現在是大學不是用智原欸 有需要我加一個語管嗎 吵什麼吵啊 為什麼有那麼多話要講 你們要不要出來發表 讓大家知道你們在講什麼 我說不要講話 32號你出來解這一題 不會不會站到外面突破 不要披頭散髮 我講幾次了頭髮 上課就是給我放出來 上課我買什麼手機啊 王小姐 你剛才是有聽到你們叫我的名字嗎 有人叫我的名字嗎 我跟你有這麼熟嗎 請問一下 還有你們裙子不要再給我改這麼短了 這麼短是要給誰看 校長嗎 校長行著野中槍 校長到辦公室找我 今天就先調整 老師整盤各都在賣移 你們可以開始你們的報告了 我來 不好意思打斷一下 後面同學可以不要亂讓我聽到有誰嗎 後面同學可以不要亂讓我聽到有誰嗎 我有說上課可以吃東西嗎 現在疫情期間欸 不好意思你們繼續 我打個差 你們報告的內容很好 可是 你們在報告的時候 好你們繼續 我不是說不要亂讓我聽到聲音了嗎 現在是大學不是幼稚園欸 有需要我加一個月館嗎 有需要我加一個月館嗎 主任不好意思 在門 等一下我問大家去辦公室找你 嗯 那不好意思